关销方议员一向是长辈如己出 这一次的市政总咨询当然也不例外 延续每个一期关心长辈的问证模式 今天他为金山社区老人关怀站 就叫市长以及相关单位 关销方议员提到关东市场的三楼 目前规划为图书馆及客家会馆 由于跟金山礼集会所大概只有五分钟的距离 请市政府研议是否有可能将位在 金山礼集会所二楼的新竹市立图书馆金山分馆 迁移至关东市场 如此腾出来的空间可以更方便社区的长辈使用 因为现在来讲话在社区的关怀据点长照点 都有这样子一个需求量 那这次刚好有这个机会 就是说在关东市场的话 他们有争取到客委会的经费 一楼二楼做关东市场 然后还有美食区 那三楼要规划成一个客家图书馆 四楼做客家会馆 那在这一部分的话呢 就是说长期以来 金山社区的这个图书馆 都是在金山礼这边 用的是集会所的楼上 那这次刚好有这个机会 我们也希望在规划上面的时候 就把这个金山图书馆移过去 这个客家图书馆的位置 因为第一个它的叫宽敞 那我想长书啦 或是电脑的使用会更多 第二个的话最重要是它有个电梯 因为在金山这个图书馆这里 到目前没有电梯 每个礼拜四的时候 他们要换书 都要一箱一箱往上扛 那真的是很辛苦 那再加上因为它送书的时间 跟长辈的这个活动空间 都会撞到一起 这安全上也是一个考量 那再加上这个关东市场 其实如果说一楼是市场 二楼有个美食区 那如果说到三楼去借书的这些民众 也可以顺便就去菜市场买买菜 带着小朋友在那地方逛一逛 可以善用这关东市场整栋大楼 当然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是不是他们不太习惯 说再换个区块 其实我想这个是从小到大 而且是更好的一个规划 我相信民众会乐见 空间使用最主要是两个单位 一个是金山社区发展协会 然后另外一个是金山礼办 那这两个协会从今年年初 大家达成一个共识以后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时段 都是由社区发展协会 在做社区关怀战还有共餐的一个使用 那其他时间就给礼拜来使用 那目前的整个运作来讲的话 是非常的顺畅 那至于就是说有议员在反映说 那个图书馆的空间使用方面 那因为当地我们也接到很多的 当地的礼民居民跟我们讲 就是他们有很大量的一个阅读的需求 那所以根据这一点的话 我们会在跟文化局这边 在做一个细节的一个磋商 我们在对未来的整个空间的规划 在做整体的考虑 吴青山议员指出103年到107年 新竹市小客车数量增加了大约1万辆 增加幅度高达8.41% 相较于同期新竹市人口数的成长幅度 是3.16% 新竹市停车空间的不足 以及未来延伸出来的相关问题可想而知 他期盼市政府要妥善演你配套的措施 别让市民的压力加剧 我的一个统计啊 我们新竹市这五年来 这个汽车的增加量差不多有8.41% 每年差不多有将近三天步的一个测量的增加 这五年来已经增加了差不多1万辆左右 那人口的增加数啊 从42点几万到现在已经44.5万了 等于是增加量只有这个3.16% 等于是说我们这个汽车的成长数 是我们人口增加数的三倍 所以说对我们这个民众对这个停车格的 这个需求 停车场的需求非常的殷切 那本期这个了解一下 我们新市的停管基金啊 这五年来年年都在亏损 这亏损的当中啊 如何来弥补 是民众关心的问题 那有关于我们有这个停车场 停车格 有一些收费很高的一些停车格啊 停车场 应该要我们自己来收回 我们市营来增加我们这个停管基金的一个收入 但是我们市政府反其道而行 把这些好的一个位置都委外给人家经营 那确实是相当不可思议 那第二方面来讲的话 这个市政府最近要提高 要这个修法 要把这个停车格的收费要来提高 我想在这个景气这个不好的当中啊 要增加我们市民的一个负担啊 确实应该要从场记忆 停车场管理基金呢 目前呢其实是在稳定在成长 那平均每年大概都有五千到六千万的剩余 那由于我们在今年争取到 前治安基础建设改善停车场的一个问题 我们有争取到七个停车场 那总共核定金额是18.8亿 那中央会出支9.9亿 那我们新竹市政府自己要自筹8.9亿 那这8.9亿就是从我们 停管基金的逐年 在这五年来呢 未来的五年要逐一的借贷 来一个偿还 那我相信在中央的支持下 以及我们自有基金的一个成长的环境下 借贷合理的一个数额 来创造我们更多的停车位 尤其在这一次都是在市中心区 来盖这些停车场 可以增加将近两千个停车位 来加汇市民 这样的投资是非常的值得 那对于目前在修订停车场管理制条例 对于这个停车费率的部分 必须要说明的是 并不是全面性的涨价这个停车费 而是我们要针对呢 一些比较周转率比较高的 需求比较高的一些路段 进行这个所谓的差别费率 或累进费率 来进行这个费率的一些修订 除了金山里集会所的使用 段校方议员也关心光顾路一段的交通 吴青山议员建议打造美学城市 艺术展览场所 应该要更亲密 也要更完善 期盼相关单位能够思考周全 凯坡新职万事连蔡文企采访报道